有不少居士看了山西小院影片 原来诵无量寿经的 改诵地藏经 原来持念阿弥陀佛的 改念南无地藏王菩萨 请问科夫这样做 两者有何不同 念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那个功德殊胜 比念地藏经 比念地藏王菩萨名号 殊胜多了 但是你得不到感应 为什么得不到感应呢 是你送经念佛不诚心 你里面有怀疑 你有夹杂 你有间断 不是那个经不灵 那个经是非常之灵 你没有诚心 你真有诚心 你看到山西小院 就心里不会动摇吗 一动摇的时候 就知道你们有诚意 但是 给念地藏经 念地藏菩萨名号 也行 还是要有诚意 念地藏经 念地藏菩萨 他的目的是 消业障 你念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那是往生进土 是去做佛去的 那怎么会一样呢 这个是小业障 那山西小院多了 你很有感动 就是说 你念地藏经 念地藏菩萨名号 那个诚心 那种沉浸 超过念阿弥陀佛 好不好 那可不可以这样做法呢 可以 你把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 暂时收起来 地藏经 地藏菩萨名号 念三年 三年业障 消了之后 你再念无量寿经 再念阿弥陀佛 会更殊胜 那么这个就是 由你安全其美了 修行呢 第一是消业障 业障不消的话 总是障碍 所以业障的障碍 业障一定要消 这个诗 这是一个方法 可以提供大家 做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